我又是焦点财经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少豪 Howard Chen 周三在风风雨雨 英语绵绵的矽谷 跟大家来报道世界焦点财经 你可以看到市场在这几天 三大指数 NASDAQ DAO S&P500 都达到历史的高点 好像没有止息动力十足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明明联储局只听楼梯声 没有看到人降息迟迟无望 三月推迟到五月 推迟到六月 可能都有可能下半年 才能够降息 但是市场为什么 士气如虹 持续的推高 整个股票的record high呢 有三点观察工作你的参考 第一 AI热潮 对了 这一波推动股市往上 其实无论是Magnificent 7 七角龙也好 AI舞台三也好 AI晶片的热潮 都是一样动力十足 创造这几家公司的股价的高点 所以第一波是AI热潮 第二点 推高市场的是前潮 因为既然降息 实时的没有到达时间表 可能五月六月 所以美金就独强 全球的热潮就用到美国来 特别用到美国的股市 所以就推高市场 第三点 美国的经济 持续的动力十足 经济潮 因而美国的经济并不差 所以无论是AI热潮 前潮 经济的热潮 都将股市 推高在高点 智慧人的话语 那就是你不要为明天忧虑 一天的忧虑 一天担当就好了 将你的所有的忧虑重贷 交给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能够使你 得到他的安息 愿上帝赐福给你 持续的布局 非常艰难的股市跟经济当中 有聪明智慧布局 你今年2024年 韩威倩城市好周三 在英语绵绵的戏谷 跟大家来报道 世界焦点成绩 我们下次见